油价明天将六角创下四年以来的新低点 不过现在加油更要省荷包 有不少人会自助加油 算一算还可以省下一个便当钱 不过也因为现在工读生越来越难找了 许多加油站已经全面改成自助加油 要把省下来的钱回馈给民众 只要掌握这五大步骤 第一次自助加油就能上手 使用自助加油平均每公升便宜0.8块 有些油箱比较大的车款 加一次油就可以省下一个便当钱 不过实际来到加油站 发现自助加油的民众还是不普遍 没用过不会用 操作是还好 反正就觉得要扮办什么卡类的东西比较麻烦一点 在国外自助加油相当的普遍 不过在台湾因为民众对机器的操作不熟悉 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人工加油 不过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这款机器 会发现它整个操作的过程相当的简单 放入信用卡拿起油箱 按下底部的开关 接着打开油箱盖加入汽油 加满之后就可以拿回信用卡跟发票 因为已经事先做好设定 当汽油加满油箱就会自动停下 现在都很方便啊 只是有时候要排队比较久一点 别怕说就是不小心加好 然后油漏出来这样子 不会啊那个自助很好控制啊 虽然可以省下不少钱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因为不会操作 等比较久或许怕有危险等问题 而拒绝使用自助加油 不过其实只要注意加油的时候 要摆好油枪的位置 还有要确定已经停止加油 再把油枪抽离 简单的几个小动作 自助加油不但一点都不危险 长期下来还可以省下不少支出 记得吴郭尊丽思贤 高雄报道 鼓尽劲